结婚十年丈夫出轨八次,花仪一包养闺蜜,她知道后得抑郁症自杀。 蒋前琴跟自己的老公陈建斌最近参加了《幸福三重奏》这个节目,他们夫妻俩的相处方式让很多网友很是羡慕。 她年轻的时候是琼瑶的御用女主角,人红是非多,跟自己闺蜜当年的事闹得很大。 蒋前琴闺蜜的名字是余佳慧,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她,当年的她也是一位美人。 余佳慧出生在台湾,也在台湾长大,毕业的大学是台湾很好的一所学校。 她出道之后,演过戏,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歌手。 后来大家普遍都以她的一名欢欢来称呼她。 像她这样言直高学历也高的女演员应该找到一个很好的归宿才是,可是她却没有像剧里的成盈一样找到属于自己一生的爱情。 余佳慧自己的婚姻观念是一定要早结婚,这样当孩子长大之后,自己还很年轻,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。 余佳慧自己的婚姻观念是否,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台湾的一个导演,婚后,她为丈夫生了两个孩子。 她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,据她自己爆料说在她嫁给张孝正的十年时间里,她丈夫曾经出轨八次。 这还不是最过分的,更过分的是她丈夫在包养别的情人的同时,居然还花了一亿台币来包养自己的闺蜜蒋琴琴。 她跟蒋琴琴之前是好姐妹,最终因为这件事反目,不再联系。 。 余佳慧还说正是因为这件事让自己彻底的对丈夫死心,选择了离婚。 。 蒋琴琴 她们针对这件事做出过正面回应,表示自己很清白,没有做出过什么对不起她的事。 。 因为她跟张孝正合作,媒体就传出这样的绯闻,太不负责任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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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住时间的流逝,关于这件事的绯闻早就被人们遗忘了。 。 。 当年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,谁也不知道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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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国斌自己也说他什么事都得依靠自己的太太,不然就办不好。 两人的感情看起来十分的好,让旁人很是羡慕。 即使是这样,两个人最终也走向了离婚,他的感情生活真的是太坎坷了,好不容易遇到自己的第二任老公,却又离婚了。 可能是这两次婚姻带给他的伤害太大了,这次离婚之后,他患上了抑郁症。 本来他的病不算严重,他也生活得很好,可是他最只爱的父亲后来也离开了他,他很是伤心,导致病情加重,最终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。 这样一位长得漂亮,学历也好的女神却选择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,不禁让人遗憾唏嘘,愿他安好。 参考来源